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可以决定自己的未来 教练一句勉励的话 激励去光高中 古小双选手 克服挫折不断苦练 在全中运中获得金牌 当选国手 更是难投线内 今年获得总统教育奖得主 小双同学 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总统教育奖 当然啦 第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努力 那第二个呢 他在努力当中 他能够练好基本功 所以就能够上巅峰 他这一次也能够荣获 这个104年的 我们全中运的一个金牌 那目前他是申请到 台北市立大学来就读 那我们也相信 他到了台北市市立大学就读 一定有更好的成绩 古小双来自新一乡地利村 离家投入续光空手道队 大家庭中 凭着坚毅奋斗精神 从跆拳道转练空手道 历经三年苦练 在今年全中运荣获金牌 也如愿考上台北市立大学 积极系迈向鼓手之路 最重要的是说 他是不放弃 因为能得到总统教育奖 就是逆境 他的家里的环境 单亲 然后爸爸抚养到他 然后他在这个环境里面 用了可以克服 其实受到很多的评审的认定 来自不好的环境没关系 他没有办法选择他的家庭 但是他可以选择他的未来 我相信 吴小双在我们共同 很多人协助他 他也辜负我们这一群教练的一些期望 有拿到那么好的成绩 我希望他未来能在国外 拿到更好的成绩 更好的金牌 来回归我们国人 议员简锦贤表示 谷小双同学 全中运表现亮眼 也荣获今年县内总统教育奖 可说是相当不容易 也给予肯定 谷小双同学面对逆境 不服输的精神 值得现在年轻学只借进 这次在空手道 成绩毁然 又得到金牌 所以整个 还得到总统教育奖 非常的不容易 此失荣 可以说是为我们南投 以及我们所有的体育争光 也希望藉由这个机会 来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努力的话 我相信我们的成绩 绝对是非常的好 谷小双说到 总统教育奖是对他的一大鼓励 未来会更认真练习 打进亚运或奥运 获得更好的成绩 也希望回到部落当教练 让部落的孩子有多一份选择及机会 明顺中博军草吞赛放报导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